大家好,歡迎來到HUZLIVEHK,這是 Your Captain Speaking 今天我的動作是否非常生眼和瘦了呢? 其實這不是我,鏡頭前面 就是iKick76 今天很高興請了它 還要很慷慨地帶上GT-Cut第二代 讓我們一起做一個評測 大家首先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以及上回iKick76 因為它主要是做一些不同版本 或不同顏色的球鞋短片 如果大家有機會 記得除了看我們的影片 都要到他們那裡 大家一起看看這對 主題吉爾 先來請教一下iKick 這次你覺得這個動作是怎樣的? 看起來就更激烈了 如果對比起一代 我覺得這個鞋底是實在很多 而且它的紋應該是深很多 這次我覺得它比較足夠 鞋底來說 我覺得會比一代更多 因為一代的透明膠好像不太絕 而且很容易吸塵 這次的鞋底是實在很多 而且它是實色 插頭方面比上一代更好 我自己這樣看 前面這個鞋的位置 仍然是 semi-translution 的鞋 但是這次 沒有能性火令的中間的腳掌位置 這個鞋子就非常非常好 像iKicks那樣說 很激烈 而且那條坑上也有暗紋 所以這個插頭我自己覺得 但是怕穿久了之後 那個爪地能也會減退 這次的鞋子我認為是相弱的 但是這個鞋子的鞋子高了很多 所以應該是磨的話 也會磨來很多 另一種令人非常期待的 當然就是它的鞋底 GT-Cut 第一代 iKicks 你也是穿開的 那隊的印象是怎樣 其實鞋底方面 我覺得都是一流的 簡單來說就是舒服 但第二代來說 我覺得也有少許改變 是濃度可能是密一點 就會再實在一點感覺 這個回彈性 在濃度來說 尊重的密度真的有更改變 所以好很多 但是另一種令人非常憤怒的 就是這個侮辱性的5毫子 相比起上一代 真的有一個囂的相比 我覺得這次就沽寒了 不知是否一來用途不大 想再輕一點 但統量是相弱 所以其實是Cutback為主 Cuthening來說 Fulling Strouble 再貼React中底 還有這個5毫子的相比 Set-up-wise已經是最高級的 是Nike 如果大家喜歡 Zoom底 和上一代喜歡 一定是這次都可以 至於鎖定和身體方面 你本身自己穿了什麼 Nike 就穿了U10 這次這對正常馬 OK 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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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是普通一塊的 像不像上一代呢? 如果穿上去的感覺 差不多 這個鞋帶鎖定 我覺得好像很斜 只是這個畫面 可能是這個設計上的問題 不過穿上去的時候 如果你這樣咬的時候 這個位置會有一點鬆 這個位置你會覺得不夠貼 即是鞋桶比較闊 對 這件事聽iKick說 要留意 上一年的戰神級的鞋 今年的安全程度 iKick好嗎? 保護力會不會差? 因為這個位置變薄了 我覺得保護性好像差一點 雖然物料比較細緻 但鞋頭的位置已經沒有保護性 所以如果在搶藍版的時候 就可能避棄一下 免得被踩腳趾 這個就變成很Fly Knit的感覺 上一年鞋舌的鞋子物料 一直一塊一體的 我覺得這個除了影響了環力 保護力也差一點 至於抗扭和防咬能力 你覺得如何?iKick 抗扭都是差一點 一二代都是這樣 因為可能它沒有Cum Fiber 對吧? 就算這塊Insole 它都沒有 我自己印象之中 有Insole可以拔出來的時候 它基本上都可以有個 工字鐵的物體 Work as 抗扭 但這次完全沒有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要遷就Fulling Parabolic Air Trouble 所以如果它加太多硬物 可能就會踩爆下面 如果抗扭或戰力 我自己覺得 穿得這麼低筒 其實都是求靈活性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抗扭的話 這雙鞋就未必適合你了 反而我自己覺得 剛剛做了的那一雙Clasmic Unity 因為它這次的Fullback 很深 如果像我那樣的穿 那一雙Clasmic Unity 就是把鞋子拉起來 然後腳完全深入去的時候 雖然後面的Hill Card 但由於它前面的Outregar 做得好 所以那個擴乏不是 我覺得同期來說 這兩隊大家都開始比較 很多人都很期待GD Card 但結果試完之後 又有很多人 就主投了這個Clasmic Unity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我真的很想大家試這雙GD Card 試完這雙Clasmic Unity 可以比較一下 那問物料之前 問一下是不是 是否抄價了 正價 正價 還是朋友幫你買 剛才說 好朋友 好榮幸 不收回你一塊錢 真的好朋友 這次 剛才不是說過 沒有了一體化的前面 就變成Fly Knit 而且整雙鞋子 實在感完全在 因為這麼多Tag 但這次會不會鞋底比鞋面 絕對感覺上是 可能它想鞋子輕 鞋面上的物料 你會感覺到是很輕 但鞋底就很實 所以 就像你所說 我們都想過 其實有時候知道 除了鞋底的技術重要 往往很多時候 需要一個 鞋面 將腳 牢牢地 押著 押著 才能發揮到 這次我自己覺得 GD Card 不知道是否因為 Lacing System 和Fly Knit 所以整件事 我自己覺得 沒有那麼兇 令到 下面會太過 彈 或者有太多事情發生 反而上面 我自己覺得 有少少鎖定的問題 你又怎樣看 絕對同意 鎖定是一個問題 因為它的物料 是輕了 你會怕 會不會踩到某些位置 是 其實會有這種感覺 不是脫肘那麼簡單 是會脫臉 是會脫臉 尤其是穿得這麼低筒的鞋 其實很多時候 都會做很多 Side Step 或者Toe Drag的動作 所以如果上面 抓不住 大家可能要留意 另一件事 更加要說 那個叫做 旁邊沒有Traction 那個Toe Drag 今次只有這個 裡面有少少 我自己覺得 都是在 先投一點分別 外觀方面 我決定 不問i-Kicks 我問Chamill 這隻顏色 好嗎?後攤仔 這隻顏色OK 很期待的設計 真的是上年差太遠 還是你仍然是 懷念這隻顏色 哈哈哈哈 都是的 官網上 暫時流出的 就是有四隻顏色 一來 香港實體店 就只買這隻顏色 如果有其他顏色 你會不會考慮其他呢? 我會期待其他顏色 本身設計 已經不是太刺激 這個顏色 都一般 不過 他之前一代出 第一、二隻顏色 都好像差不多 所以 我會期待其他顏色 第一代的黑色 我很喜歡 因為旁邊有 密瓜綠 再點綴 然後 橙色 也有 Holo Swoosh 誠意大很多 所以我覺得 這次最嚴重的 就是 樣子 大家都很期待 因為去年是 顏值最高的鞋 所以為何會 炒到這麼貴 但這次 去到第二代的時候 樣子完全是 差了很多 但沒有心眼 不是說你的鞋不漂亮 只是說你的顏色 可以有待進步 後面 這次有了一個 都是假裝車的東西 在我印象之中 是否Jordan 22 32 其實都一樣 沒錯 後面有一個 像冷氣槽 可以透氣 但這完全沒有透氣的用途 而且物料也不太硬 好像剛才i-kix 說的 就是一般 Asthetic 這次就差了很多 唯有覺得鞋底 有多一點點綴 但其實上次的 車胎也很漂亮 不過 如果會理好鞋底的外觀 是我們神經病 才會這樣做 所以 如果大家想英俊的話 就找回GT Cut 1 不過也是找不到的 如果這個GT Cut 2 就要 沒有這麼突出的外觀 今天很感謝i-kix 76 來到我們AMC的Studio 還帶著這麼好的鞋上來 給我們做一個評級 都呼籲大家 如果還未參加我們Discord Group 快點回我們Discord Group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這些施約 都會在Discord Group 聊天 所以大家記得 在我們Discord Group 看看我們Discord Group 那條連結 不過炒鞋不要進來 因為炒鞋 這叫Spring Pop Cake 會變成Barbecue 所以 今天多謝i-kix 記得 下次是MineJerk Sews A Man To Be Want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或者i-kix 76的頻道 記得上去他那裡 就去按讚 好 祝福大家 爺相愛你們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評價其他鞋 還有其他東西 還要下次再找i-kix 76 再玩一個 好 拜拜 拜拜